Hello 大家好 跟着Smart 轻松学投资 投资轻松赚 我是郁清 在我旁边的是杨忠信 杨老师 各位同学午安 大家好 今天大盘虽然看起来就是温温的 只有小涨而已 可是电子股杀翻天了 传产却出头天 接下来有什么股票可以看呢 如果同学有问题等等 可以帮我们留言分享 老师会来优先来解析 不过赵瑞老师先来帮我们看看大盘 到底有没有什么危机呢 好 那我们先从上礼拜开始讲起 上礼拜直播对不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讲一档 同学问的 同学问哪一档 我说我这档我个人很喜欢 然后就是这一档 隔天就涨停了 所以我们直播免费但是无价 你知道吗 每一周的直播其实都有保在里面 那再来就是同学也有问 他还是从里面去挑到他觉得不错的歌 反正他觉得不错啦 然后我们讲他觉得应该还OK 同学发问里面很多彩蛋了 对对对 没错 好 那我们接着来再讲 现在指数的部分 我们先讲一个观念的东西 好的 就是说我们做股票永远是怎么样 叫做摸着石头过 什么叫做摸着石头过 就是走一步看一步 对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预测说 未来一定会到哪边 尤其是现在位阶已经这么高了 好 那我们先倒带一下 我们就回到去年三月份 还记得那时候吗 新冠肺炎的时候 好 惨大包 对 所以当他说走三四月走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有说指数应该会再上来 好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抓到 可以到这边 好 那就用期刑去估算 好 那后来又继续涨 他可以涨到这边的时候 到这边进入盘整 所以去年的第三季 我们跟大家讲说要降低持股 但是我们因为后面看不出来 不明显 好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往下 后来又怎么样突破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未来的空间就会到一万六到一万七之间 就会找到他的空间 好 那接着后来又怎么样 后来又找到后面出现一个三角收敛的结构 这个时候我们也提醒大家 在过年前后 我们那时候也提醒大家说 那个时候又看不懂了 对 又看不懂的时候怎么样 你持股又要降 好 那到最近怎么样 趋势终于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积极的做多 但是我们也跟你说 大概加五成这样子而已 好 所以说我们讲说 你看我们把这个故事倒带一下 你看从之前从三四月 然后再往上走 往上走 很像在看动画一样 一段一段 好 可是如果有人 当时候在四月份就跟你讲说 以后会涨到一万七千点 喷郎 是神 神才做得到好不好 神才做得到 好 所以说我们不是神才做不到 好 所以我们说要一段一段看 好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们最多 比我们技术分析的极限 看到这边真的已经到顶了 好 所以未来我们 我们在操作系统当中有两套 一套叫做什么 叫做目标满足法 就是我们去试着去抓出 有效的涨幅的可能 比如说现在 我们说现在指数到 已经到多少 到我们现在好像有点教学 是啊 一万七千点 然后我们上去 有没有办法去估算 其实现在不容易估 很难估 对 就是从形态 从各种指标去看 都没办法估了 所以我们只要用另一套系统 叫做什么 叫做支撑跌破吧 对 我们现在只能去 因为它这个墙是多头的高点 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它的 出生段 陌生段的这个支撑的位置 所以只要支撑没有跌破 大致上都没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不知道会长到哪边的 我觉得老师这张表很重要 大家笔记一下 对对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 其实这个目标满足法 就是我们四月份的 专题课程 这个支撑跌破 就是六月份 五月份的专题课程 刚好是很实用 可是现在的东西 好 那我们开始讲到 上个礼拜五 这是礼拜五吗 四月七号是礼拜几 礼拜三 好 那天我们早上 之前跟他讲什么 那是礼拜四的 礼拜三我们就听他说 到一万七千点 到一万七千两百点 就会有短压了 所以我们到 那个周末的时候怎么样 到一万七千零 就到一万七千点左右 就压回了 就压回 跟我们估算的差不多 好 那压回之后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好 事实上 我认为目前是在走一个 上升轨道 就是看到这个东西 它就是这个轨道区间 好 那目前为什么会回答 因为现在在轨道的上远 好 那有轨道上远 当然就会有一些压力 对 它就会适度的会 可能会拉回 好 但是拉回 你也不要太紧张 拉回只要强一点 不要跌破十字线 再弱一点 不要跌破 二十字线 跟这个红色颈线 是 这整个多头结构 其实也都没问题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大盘 有没有什么瑕疵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会有修正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的 一万七千点的整数关卡 是 一万七哦 是一个让人家觉得 很恐怖的数字 对对对对 容易会震荡 好 可是我发现说 不管上个礼拜或今天 当然指数震荡比较大 但是你要发现 跌的个股 多数都是涨多股 所以其实 并不是所有股票都转弱 只有那些 之前标太凶的 就会有调节性脉压 好 所以如果从这样看的话 我们认为这样盘式 其实都还是健康的 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但是我们说 这个回 也不能回太多 就是说适度的回档整理 好 那我们昨天在台南 我们昨天台南有十几课 那我昨天就有讲说 我们这一个礼拜的上半周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这三天很重要 好 怎么样呢 这三天会决定怎么样 会决定这个盘式 到底是会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还是维持高档盘整 好 如果这三天能够守住五日线 那我觉得这个盘式 会整理蓄工的速度会快一点 好 对 但是如果这三个礼拜挺不过去 那可能就往下修正一下下 那目前 但是我说 不管是第一个版本或第二个版本 其实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好 那有些同学很担心说 老师我们这个平常量 均量不过才三千五百亿 是 我们上礼拜跟今天 都到了四千多亿以上 对 因为我之前有提到说 我们认为健康的量 应该是在三千八百亿 对 左右 对对对 我有笔记 上个礼拜老师才刚说 对对对对 可是目前是有点稍微 有点爆量的 算不算过热 对有点过热的现象 对那所以 可是我们发现到 虽然量不太健康 但是结构还算健康 什么叫结构健康 虽然出了这么多量 代表什么 一定很多人真的卖了 是 因为量是不会做假的 是 一定有真的成交嘛 对啊 那但是 卖的结构怎么样 就我刚刚讲的 多数都是涨多的 强势股 所以说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赚太多了嘛 是 适度调节 所以大致上OK 好 那这边我们要做个总结 就是说 那个 我们现在建议说 大家 因为我们现在对上方的 再继续往上走的空间 真的没办法做 我知道 对 所以我们只能去手支撑 好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样做多 但是做多的资金比重 我还是记得大家不要超过五成 五成上下 像我自己 边走边看 对对对 我还是做到五成 因为你这样灵活度比较高 好 就是说五成意思是说 你真的有上去 你有赚到嘛 对不对 那万一不小心回比较多 你要跑也比较快啊 对 而且有资金可以加嘛 对对 那如果你这时候全部重压了 那那时候 万一它一个大不修正 你就会很麻烦 部位就会太大了 对 就很不容易控制 对 好哦 所以这个时候 步步为营 然后我们来看支撑 这样子 对对 没错 支撑没有跌破 当然 短线支撑就是看十日线 好 五日线十日线 中期就是看二十日线 OK 待事上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接着我们 还是要讲一下 这是我们的群组 因为每次都有新同学加入嘛 对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个免费的群组 那如果同学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 免费的大群组 对 是一个LINE的社群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 这个礼拜的 这个月的三个活动 那第一个活动就是明天的 免费的 对 那昨天一不小心 上礼拜我就额满了 你知道吗 对 那我赶快请那个家里 帮我们再挤一点 再挤一点位置出来 对 所以早上有开了 但是开了之后 我不知道现在额满了没有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 少了之后 那发现怎么样 没办法经历页面 就表示额满了 好不好 好的 OK 那你看要不要来现场 排队看看 现场拼看看 好 另外一场是这个 下个礼拜 下礼拜二 是吗 确定一下 对 下个礼拜二 那这是在另外一个 证券公司的一个分享会 那一样 如果你对哪些 反正都慢 如果你这一场 已经报不进来了 那你可以报下面这一场 这两个都OK 内容上不会差很多 结构上是差不多的 好的 好 然后这是我们昨天上课的事情 就是说同学 你看他上过课 然后还给我们 推荐我们的课给他那好朋友 对 所以他下面写一堆你知道吗 他跟同学对话 对对 跟我们说我们课真的很不错 你有粉丝了 对对对 好 那所以说 这写好大夫的概念就对了 好 所以我们希望 那个课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第二季的课 第二季的课 那我们第二季的课主题很明确 对 就是我讲的 四月份就是这个月月底 我们就是教你怎么算目标价 你自己在家就可以算了 你不用去看太多的资料 你只要用技术面在家就可以估算出来了 好 那第二个是说 我们讲的 万一这个股票是看不到目标价的 可是你觉得它会涨 是 那你怎么办 就像我们现在指数一样 是 我觉得会上去 可是上去的空间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标股操作的策略 这是两套系统 那再次六月 六月份这个课就是我们讲就是盘中班 是 的部分 就是我们就早上从八点半 那陪着你一起看盘 那跟你讲说我们早上八点半要看什么东西 看国际股市 那到时候要看盘中的价量关系 还有到九点半要看什么 十点要看什么 十一点半要看什么 好 那基本上盘大概看到十点半就安全了 那十点半到十一点半 通常我们中间就是穿插的看盘就好了 那一个小时会准备一个小专题 那这一次专题会准备的是盘中的价量关系 就是教你怎么看盘中的价量关系 像我们打开比如说我们看红海好了 二三一七 好 我们在电脑开盘中间 它这里会有个估计量 这我滑鼠点的地方 好 那盘中它是跳动的 那我们会跟你讲说 这个估计量你在盘中要怎么去运用它 很实用的一个课程 这是小专题 OK 好 那以上是我们这个课程说明 好 那我们再来就进入我们的这个 个股教学时间 好 麻烦雨晶你干嘛 好 今天非常多同学来问问题 那有很多同学 你现在铺票钱赚太多 行省不宁 不是 因为今天这个网络有点问题 我刚刚一直不断的检查 在注意网络的状态 我很怕有很多同学的 我们没有回复到 那我们会从 优先从有分享的同学来解析 那也有些同学可能他有分享 然后一次问了十档 我们可能会先部分 他一个人问十档 所以我们也可能会先部分回答 然后有一些比较后来 他问的 我们就先回答这样子 好 那第一档是陈芝同学问了 他是2637的惠阳 他也是这个小型船的这个运送 那是不是海运也会跟着一起热呢 好 那当然那个海运都还算在高档 可是我觉得海运已经进入一个 算比较偏高档的尾巴的 短线上有点过热现象 那今天比较 长得比较多的是其他比较大型的 那中小型反而比较没有长 可是这一档惠阳 他之前有出现 KD高档背离现象 对 那KD包含背离之后 很容易短线会进入一个盘整的结构 所以说我目前这样看起来算是健康 对 可是对应该筹码上 因为这涨股票很奇怪 筹码不太对照 就是不对称 所以说你看筹码可能感受不出来 但是至少目前短天期的支撑有手 那进入小盘整结构 好哦 老师我们要先跟蔡金元同学说谢谢 为什么 因为他想了我们星星 想星星同学 好谢谢 那我们下一档 是Kate问了3323的加百玉 好 这个我们很久以前有追踪过 这个那个电池 电池相关 好那 它其实一直都还算稳健 你看这个轨道 它是在一个上升结构当中 一直都是 它只是长得很像有够慢的 是 对 买到这种当然不会说亏钱 但是应该也是小赚 可是就是很慢 它到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 那个上升轨道结构 跟我们大盘有点像 是 蛮类似的结构 是它可以吗 这种 我觉得这种就要很有耐心 老师有耐心 对很有耐心 类别的 还有就是 我们只知道它是上升轨道 以它的线行跟走势 是没有办法估算满足点的 也就是不知道会长到哪边 对 这样 OK 好哦 那我们下一档 然后是这个陈同学 他问的是 他说有看到 等等 可乘 2474的可乘 嘿 嗨 英家好 有个同学来认清了 可乘 其实我觉得 它有在酝酿 你知道吗 可是就是一直没有发动 好 那酝酿什么东西 酝酿就是这个 很长天气的这个大敌 对 好 所以它是一个盘整的一个相形结构 好 那今天突然杀了一个黑K下来 那晚上要稍微留意一下筹码是不是有转弱 对 但是真的有转弱你也不要太恐慌 因为这个 当然它现在是没有买讯 我现在只是说你不小心 万一你已经有的人 你不要过度恐慌 因为它这边上升结构上 有一个上升趋势线 所以它就算再点一根到这边支撑力道 应该会比较足一点 比较足一点 好 但是没有的同学这个时候是不适合买的 因为它就是在比较偏弱势的整理当中 要等到什么 等到这个底型真的完成 突破 它才整个底部结构会出来 好 那我们下一档 4128的中天 好中天 所以进那个疫苗开始这个已经进来了 对 那有机会吗 我觉得生技股都不整齐 就是说都个别在动 但是没有说整个族群性 整个一起都在动 好那像中天的话 那就是一样只是在盘整结构而已 那筹码也没有特别强 所以可能只会继续盘 看不到太大的现象 好 曾有泉同学你好 我们有看到你的 8406的金颗KY 好金颗 好金颗是那个隐形眼睛的 对 跟那个精华光学一样 对 好 精华光学比较弱势 比较慢 可是今天 那个今天这个金颗也一根大黑K 可是一根大黑K 那你用短天起看 当然是比较不健康 可是它 它同时跌破5日10日 对 如果这样看 所以说就算再跌一根 碰到24线 也有机会做指纹 对 所以说我觉得它只是 算是长多的一个盘整结构 而且跌的时候量并没有很大 对 我觉得还算是健康 可是问题是 它有一个小瑕疵就是 它有高档KD 有一点点背离 价量也有一点点背离 这个倒是比较不健康 好 但是 我认为它如果再修正一下 即使到了十字线这边 如果有撑住 其实都还好 但是只是它 要整理一段时间 就在所难免 好 那我看看你看一下 它之前如果 会不会根本就底型已经结束了 我们画精确一点 好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底型的结构来看的话 这是颈线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去看这个 如果到这边是 保守一点 对保守一点 没有发到底 搞不好已经到了 还没 还没 算一半 算一半 那因为它比较大压力 其实在这边 这个地方有个头部去 对 所以现在我比较倾向是 长多整理 那晚上看一下筹码比较确认 好 那给真同学参考 我们另外一位 真美丽的同学 也来问了 3630的新聚客 你觉得这是真美吗 真美丽跟真友轻 我都想要 他们可能是好朋友 我都想要 兄妹 兄妹都心整 最好 是 来 新聚客 好 这个新聚客 大家好 等很久了 你知道 这个同学有人固定 问了半年 真的 问了两季 对 因为它盘整 盘整太久了 大家真的是快要断气 好 那到上礼拜 有这种突破 好 那我们说 突破之后 当然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压力区 因为往上这边 就有压力区 所以其实到这里是 还健康 那只是这边有个套 可是这个量都已经补出来了 所以其实整理一下 我觉得还是往多方前进 那筹码也健康 那当然要更安全一点 晚上留意一下筹码变化 如果没有波动太大 大致上是应该没什么问题 老师 我们要再跟刘又生同学打招呼 OK 因为他也赏了我们 50颗星 谢谢 谢谢你 好啦 我们下一个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卖药 为什么赏星星这么开心 谢谢 谢谢 好 哇 这一档有两个同学问 他是问了 也是生计 3576的联合再生 是陈姿同学跟海豹同学问的 好 这个之前有一个 你知道这个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吗 有没有印象 没有注意到 这一档之前 说他要 那个减资打消亏损 对 所以大家就晕倒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跌到四块二 本来 本来 这边 我们来看倒带一下 本来这边心情还蛮好的 你说哪里 这边突破 因为想说突破是对的 对 对 就后来隔天回撤也还好 再回撤也还好 对不对 对啊 就后来 还可以接受 因为到十字线跟紧线 施撑 结果又突然那天公布说 要打 对对对 亏损 结果就碰就下来了 对 好 但是我那天我一个同学 我朋友问我说 这到底起不起 我们不要每次认为说 简直去打消亏损就是坏事 其实这个有时候只是利空出尽 就这样而已吗 而且亏损的 有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亏损的事情早就 这个亏损的事情又不是新闻 早就是亏损 那只是他怎么处理亏损这样而已 对 那简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 这是只是股东 不是股东 就是你股本的调节而已 对那其实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问题 好 所以刚隔天就直吻了 那直吻之后就 这两天就稍微在这个盘整区间 慢慢站上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我们不能说错杀 但是有点市场过度恐慌乱卖 所以他就慢慢回来了 对对对 而且这跟红K棒低档还有量 所以有承接嘛 那这边就直吻了 对 可是他还没有转强 所以他只是稳定 那转强还有一点时间 那至少我觉得短线不危险 好哦 那我们要来看看黄子同学 问的是2618 长龙航 这个航空股 有没有机会 好 好 长龙航 目前他还在盘整 那筹码看起来不差 还中心偏多 可是就是没有发动现象 好 那我们看一下指标 有没有什么机会 看起来都还没 就是可能还会再盘一下下 对因为你要想 我们现在当然大家知道说 我们疫情已经 还没有完全结束对不对 是 但是至少已经控制了 因为美国已经一亿多人打了 知道吗 对所以我们对于后面 要解封是叫做什么 止日可 时间问题而已 对 所以说大致上是OK 可是问题是你想 这股票已经从7块 涨到16块 它已经涨一倍了 对所以说它是提早反应 这个利多的可能性 就是预先反应的 对对对 所以说 都还没有费 对对所以说除非要有一个 比较大的 比较重大的一个 大要进的情况 出现否则它不容易过 而且这边到哪里 刚好一个上面平台的压力 对但是它如果有一天都突破 当然也很厉害 对 但是目前就是还没 对 可能就是去盘整这样子 好哦 那下一档是3013的 呃 陈德殿是不是 杰斯卡问的 陈明殿 陈明殿 抱歉 超错了 好 陈明殿喔 它很特别 它是做那个机 什么那种复合式机 可能你知道 就是一材质结合的 对有金属跟塑胶 我刚好知道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这一档 好 但是这个一个只能 这昨天上课 台南同学又有人问这个 他说说 这个只能先看个短多 因为一个底型很浅 它上面又有反压 所以可能上来只能 就剩没多少空间 短线上 短线上 所以可能就 而且筹码没有特别强 对 大家中心 陈明殿刚好 杰斯卡在问 没有漏掉哦 现在正在讲 我觉得这个短多啦 但是空间再上去 暂时还不明显 这样子 好 好 那我们 杰斯卡的下一档 我们等等 下一档是 8358的金居 好金居 好金居 这个强了这么久了 对不对 终于该休息一下了 好 那我们说一档股票 这个就是 这个很标准 我们常说 一个个股的上涨过程中 就是会有一种 叫做阶梯式上涨 那阶梯式上涨 就会越盘 越短 越盘越短 越盘越短 到最后有个什么 叫做喷出段 那所以说像金居 他就是已经 有点喷出段的现象 是 对对 那喷出段之后 其实就回档休息 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他 这个波段暂时 就是先 只能先看到这边 好 那等到这个指纹之后 再来看下一个可能性 这样子 好哦 下一档是 5457的宣德 是林真诚同学问的 好 宣德 好 这档落势很久 你看我们大盘 现在很高 对不对 它一直很弱 好 那之前我画一个 头部形态这边 对这个 好 那它有试图 怎样突破一点点 可是又上不去 所以目前是 偏弱势的盘整 好 那这个要很小心 这个只要前低 一不小心又跌破 它还往下回 还会往下走 对对 因为这个头部 是确定的 而且要想 我人家现在 股价都在这边 它现在在这边 对 它本来就是相对弱势的 这个只要一不小心 再跌一下 好 那当然上礼拜 法人似乎有买一下 是啊 可以再观察 但是我觉得 可是它上面 好多线的压力 看起来有点 对对对 可能 我觉得能直稳就很好了 你说要转强 可能没那么快 好 给Jessica参考 那么下一档是 对不起 给真诚参考 4123的 陈志同学问的 中天 是陈德 4123 4128 抱歉 我念错了 4128 中天 中天刚讲过了 中天讲过了 对不起 合成1810合成 有吗 皇子同学问了 好 合成 这个 这档很特别 合成干嘛 你知道吗 应该很熟了吧 对对对 好 筹码还可以 还算中性 好 可是它这个 这股中心 一直都 没什么厉害 你知道 可是普通普通 对不对 可是最近好像 有点厉害 因为它好像 完成了一个 很长天起的 底型 对 所以说 如果 底型真的突破了 所以有机会 再往上前进 对 那短线上 当然有点 急涨过热 但是我觉得它 中长线 应该还会 往多方前进 这个底是真的 那等到 但这个筹码 要再消化一下 因为短线上 筹码也弱势 因为涨多 但是这个底型 确实存在 所以我觉得 它还是偏多方看待 好哦 下一档 是 那个燕函 你的信仓店 再两档就可以了 好 下一档是 海豹问的 2332的 有训 它叫海豹 对 真的叫海豹 动物那海豹吗 对对对 很开心哦 好 这个还OK 但是有个小底 可是我常讲说 我最不喜欢的 这种个 就是说 怎么说 第一个 你看底部 这边又有头部 对不对 那当然底很长 其实有机会往上走 可是这个底又很浅 所以我们可能 只能先看个 一个小短多 到这个地方 就会有压力去的 那现在量有补出来 可是这边量也不少 对 所以说 这个部分 可能事先看个短多 到压力去之后 再观察这样子 好哦 英家武安 好 燕函你的信仓店 6173 老师帮我们看看 好 信仓店 信仓店其实 我这个自然我有注意到 那我觉得还可以 被动元件 还不差 好 那它这个好像 有一点点这个感觉 突破 长天起大底 下降的压力趋势线 很像一个长天起的底型 这是底型 对对对 而且突破了 对对 那突破的话 比较可惜是 突破那一天有量 还可以 但是后面量 还是要再继续加强 那如果这样 是正确的话 应该是会继续 往多方前进 筹码也要再强一点 不过这种中小型股 有时候筹码不见得 很准确 那是应该 我觉得往上走一段 是有机会的 好哦蔡蔡同学问了 蔡蔡同学还在吗 你的2401的领阳 好 2401领阳 好 盘整 好盘整这边 OK 好突破 可是这样已经高档 转弱了 对对对 小型 而且有出现背离现象 筹码也转弱 加量也背离 对对 这个很会修正一下 但是修正哪边 因为现在看不太出来啦 就是要先吃下午茶 好 你要搞不好下午休息 好 上升轨道 是 上升轨道 还算稳定啦 可是 所以它算是稳定的上升轨道 对对 但是涨的力道真的很多 而且筹码上到这边有一点不太强 对这个 这个就比较不好估算 只是说算是稳定啦 但是你说空间怎么样就比较难把握 好哦 那Jessica刚刚有问的是8042金山店 Jessica现在轮换逆咯 好金山店 我觉得这一档好活泼 对很活泼 国际很强 大涨大跌 对然后位阶也不低哦 好可是因为它已经 这个哦 它其实之前有个底型 对那如果底型沽到这边 我们最乐观哦 你看其实已经过了 你知道过之后已经到操掌去了 Jessica现在正在讲哦 她刚好又再留言一次 你看 这边已经进入头部压力区 所以这个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套牢太多了 所以这边上去有一点难度哦 就是这个可能 你看刚好你看我们在放大 压力区就下来了 对所以可能到这边会暂时休息一下了 好哦 我们先来帮那个9802看看哦 是曾美丽同学问的预期 等等有陈志同学问的台积电哦 好预期的话是个底型 但是底不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大概可能先看个前高而已 是 对那前高也就差一点点 再一根就到了 所以这个可能先看个短多吧 那这边如果再过 还有没有机会 我们看一下 暂时看不太出来 对所以说这个可能 就是以短多看待 但是应该到这边要稍微留意一下压力区 因为这边还是量很大啦 这边都有量 那这边才两根而已 所以可能不太能对抗前面这样的地方 好哦 今天呢 有分享的同学 我们应该都有解析到了 那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我有分享 那我没有点到的话 再麻烦你帮我提醒一次哦 那我们现在从这个没有分享的同学来看哦 一五一三的中心店 好 一五一三 陈姿的台积店 我漏了 等你等马上来哦 有人问台积店啊 对对对 陈姿问了台积店 好 好这一场哦 它整理很长一段时间 那现在好像有一个 一个香情区间突破 而且带量 算是健康 好 可是 香情区间因为这个前高的空间没有很大 所以可能只能来先挑战前高看看了啦 对 如果按照这个底型结构是有机会的 但是这个上去只能先看到前高在后面不太清楚 好 那二三三零的台积店哦 也很重要 很多同学一定很好奇它怎么办 怎么走呢 你看台积店到现在都是利多 对没有利空哦 对 可是你看股价怎么样 已经进入横盘结构 它就是不动 对所以说 可能持续 还会这样维持下去 对就是有点 不能说利多不涨 应该说利多顿化 就是一直有利多一直有利多 可是股票却没有动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尊重股票没有动这件事情 就不要 我们昨天上课讲说 我们技术分析的原则就是多头做多 空头做空 盘整不要做 对不对 那它既然在盘整 我们就等就好了 好哦 你不用这个之后急着去重压 说它到底要往上还是往下 好 就等它趋势出来这样子 好哦 那刚刚帮我们赏星星的刘宥 来我们赶快帮他看看 好 是在 他问的是2331精英 好精英 精英这个 我之前就讲说 越盘越像个头 有点要做头 头部好像越来越明显 因为最近我们指数不错 可是它还是偏弱势 而且床埋子在弱势 对 所以这个要小心 可能盘完会有机会往下 这个支撑不能破 就是季线左右 季线如果一跌破 可能就会有下来的风险性 好 那老师 我们今天4点02分 我知道 可是有个同学有分享 我们给他 2498的宏达电 好 这个好 这个好 你看 没有漏掉了 我昨天上课也在讲这个 真的 还好同学有问 没有 我跟他讲案例 我不是说他很好 我是说 我常常案例看 这个技术分析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 怎么说 我们操作是看技术分析跟充马面 对 因为我们是做价差为主 所以我说 就算 我说 只要技术面充马面好 就算它是宏达电 我也敢买 懂 那如果技术面充马面没有买去 哪怕它是台积电 我也买不下去 对 这个逻辑要知道 好 那所以我昨天说这档是还可以的 昨天 好 那 OK 那可是这档 比较特别 因为它现在形成一个 试图要做一个这个大底型 大的底型 那我觉得 应该会有机会出来 会有机会出来 而且 因为它已经落势很久了 那 空头一百多 一百三 我们不要看那一千多块 我们看一百三十六块就好 是 一百三十六块跌到三十块 你随便涨一点点不过分 就会很 对不对 反弹一下就不过分 对不对 所以它是 有点机会 加上最近怎么样 筹码很强 是 很难想象 对不对 已经忘了这间公司了 对 那这筹筹码真的不错 因为从 已经再看不到它的手机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分享 那什么 直播 蛮多彩蛋的 大家好 很多彩蛋 听一遍没有清楚 再听第二遍了吧 那老师 最后一档 最后一档 有个同学 有分享 你刚刚不赢最后一档 还有一个同学 有分享 来2885 送一下同学 确定 元大金 金融股今天很强 因为金融指数又转墙了 对 好那 金融指数转墙之后 往上走 那应该 还会有一些空间 可是现在 元大金是属于 估不出来的 但是我建议 你看国泰金 对呀 国泰金老师 前两周 有提到 我说国泰金 是我比较有把握的 而且 你要做金融股 你一定要看 国泰金 我记得 我真的讲过了 所以你看国泰 如果有一天 我是这样假设 因为它是我目前 比较好抓的 又是大型的 对 所以有一天 如果国泰金 涨到压力区 跟满足点的时候 那大概金融股 就是一个段落 你可以看 你可以买元大金 但是看国泰金 看国泰金 做元大金这样子 对 所以看金融股 要记得 看一下它的指标 国泰金这样子 好 谢谢老师 分享今天好热烈 好多同学来问 那我们下个礼拜三 下午 下个礼拜一 三点半 对不起 还是我们老师 在这边 会给同学发问 那如果同学 有公开分享 老师就会 优先的来解析 因为我想 很多人问 总是要有个 先后顺序 好 如果 你没有问到的话 老师有个免费社群 老师再帮我们讲一下 就这个社群 如果 你 那个什么 只要扫描 这个 QR Code 你就可以加入 那早上 因为我们说 未来这三天 指数很重要 所以说 我每天早上都会结盘 你在这个群组 就会看得到 好 那再来就是 再呼吻一下 就是明天的分享会 就是这个 如果还没有报的 麻烦一下 扫一下QR 如果你已经 报不进去的 你可以报下面这一场 下礼拜 也是可以 都在台北 好 那另外就是我们 这个周末 这个月底的专题班 第一堂课 就是教你 这是三个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四月份教你算目标价 五月份教你 没有目标价的操作吧 六月份陪你一起看吧 这样子 好有感觉 每一次都不一样 好 那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 下礼拜一见了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望 六月份表 text 一时 六月份 comunidad 感谢观看